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28日 今天是多伦多的周日 因为下午呢还要到这个郊区去看望一个朋友 所以说这次节目呢就简短的谈谈纵美贸易战 纵美贸易战现在处于目前胶着状态 不过这次新一轮的这个12轮贸易谈判的地铁发生改变了 过去是在北京谈的 现在到了上海转战上海 那么网上有很多议论呢 这个理由那个理由 我个人呢看这个情况啊 地点的变化也不是随随便便便的 这里也是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也想谈一谈 那么我认为呢中美贸易战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充分表现中共党内各个派系围绕着中美贸易战 曾经发生过了极力的争吵 因为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 中美关系真是在中国这个议题当中 外交议题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了 过去数十年来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都比较好 到了习近平这个所谓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一别一改过去的这种 这种外交的 这个传统的手法 和美国现在基本上是一种 不能说翻脸也差不多了 这个关系非常紧张 双方这个剑拔弄张 这个争议不断 已经持续了这个贸易战 已经很久 一段时间了啊 当然主导对这方中方的谈判代表 一直是刘鹤 那么我们通过以前刘鹤的表现来看 已经充分显示出 一个是他本人没有经验 另一方面呢 也是没有权力收理 他基本上属于一个传令兵的角色 也就是说他把谈判的过程的内容 如实地告诉习近平 习近平在指挥 所以说有理由相信 在刘鹤主持谈判这段时间里 角色的人还是在习近平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要把这个地点做一个改变 本人认为很可能是 前一段时间有习近平主导的谈判 和中国美国和美国这些谈判的内容 遭到了党内元老们的抵制 这个从去年的北奈何 这个期间那些诡异的 中共这个权力核心人事变动 就可以看出来 一般情况下 李克强是不受重用的 以前我曾经多次讲过 李克强的权力空间受到了挤压 习近平通过建立一些若干领导小组 大概有十个左右 各种名务的领导小组 把国务院的权力分解了 绕了一个弯 最后都回到自己手里 也就是说他不仅管党务 而且管政务 就国务院总理成了一个领包的根本 所以李克强也非常恼火 他也很无奈 这种习核心在中共这个 这个中美团队当中 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但是他在中美贸易战上面 打得是一塌糊涂 非常被动 反倒是老川普显得主动 那么中美贸易战 尤其比中国国内经济 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 经济不是下滑的问题了 很多外企业纷纷撤离 下岗的职工非常多 国内的行事部门 何况又出现了 香港反送中的活动 也是最内力也造成一些影响 总之内政外交都是一片困局 所以说去年北战河会议 肯定有问罪次说 这个问罪倒不是达到 能政变的程度 但是肯定是对习近平的批评 主要来自以前的中共这些 就已经退下来的大股 这些分几个派系 江派 胡派 等等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 派系色彩不是太浓的 但是肯定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为习近平做这个中共的集权 统治者 掌权这个核心 他要看这个一些以前退下来的 这些元老的脸色 他毕竟是代表一个统治集团 在一个圈子里活动 可能有些人的议论就非常重要 所以说北战河会议就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就是让他们能够聚集起来互相交流 那交流不可能只谈这个谈天说地 还是谈政治 谈外交等等 谈这个中美贸易战 所以说很可能的确是去年 对战河会议 习近平面对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有一段时间很被动 有一点可能也比较 这个恼火啊 所以说李克强曾经出面 接待联合国的一个领导人 也就是表现 他原本是这个不束从容 反倒是在那段时间是高调亮相 那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那个时间也是灰头土脸 所以说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 的确是一个争议很大的 那当然习近平后来又给人感觉 又重新夺回了 全部夺回了权力 所以说在部队里就整肃了 防风会的一些共军团派残留的势力 他担心了 就是说这种争议 如果是停留在这个清台这个层远 无所谓 一旦有部队的将领介入的话 就有可能发生局势争连 我自己抓起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习近平在部队的整肃 也非常厉害 同时对攻坚法师的掌控 也进一步加强了 但是这个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战 因为我们知道刘鹤这个水平实在是太低能了 但是习近平不想撤换他 习近平用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一定要用自己可靠的人 所以说习近平只能做了微调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新面孔加入了这个中文贸易团队 也就是这个人们看到的中山 那么中山毫无疑问 也是习近平的天哥们 从我的经历看出来 中山过去在长期在浙江任职 他在习近平2002到200795年任浙江的风扬大力的时候 这个中山也是一个副手 也是一个技术官僚 也就是说这个人英文比较好 长期担任了这个省经贸厅的厅长 对这些外貌的经商这些谈判 是非常熟练 所以说而且当过这个浙江省的副省长 习近平印象比较好 比较相信他 这就是应对了习近平用人的一个准则 肯定要自己来 而且要懂这个谈判的这些技能 所以说现在那么中山 这个作为一个新面孔 作为一个补充力的加入这个团队 实际上以前他也在这个团队当中 他是让他自己藏下来 非常低调 现在调子比较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要适应这些所谓的对媒 这个提出的强硬派的一种需求 当然中共党内刚才讲到 肯定有一些元老认为习近平这个主政下的 也就是刘鹤 他们搞这次这么谈判 从刚开始就比较必动 也就是说没有掌握这个谈判的这个主动权 很多领域都是误判 很多项目都是误判 特别是满足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关于支持产权 一些市场准入等等 甚至涉及到司法的一些问题 那么有些元老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 那究竟是说到下一步怎么办 习近平可能也认为自己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那就说让一方面让这个宗善加入 加入谈判的时候增加这个专业性 应对就是嘟嘟逼人的 美方这边的这个谈判这个强势 也就是说也形成了 就是说谈判这个队伍当中 也有这个强硬派 也有这个慧柔派 所谓的鸽派 不仅是中国有这方面 美国也有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谈判的领域里面 这几个大将也是非常的这个了对 我们通过网上来笑讯 你就可以看出 他这个团队当中 有一部分人也是厉害的强硬的 你像这个贸易代表赖特希泽 白宫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 国安这个顾问 这个布尔顿 还有这个政策顾问 这些人都被认为是鹰派 比较强硬 那么软一方面就所谓鸽派 他就是财长农亲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罗斯等等 实际上任何谈判的团队 都分着重于我 就如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平常针对魔剑事 如果互相之间聊天 坐在桌子上 擦肩饭后 谈这些政治经济文化 都会分成两派 有人这样认为 也就是很正常 但是上升到他们的高度了 这两派就非常厉害了 哪一方面占了上风 哪一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那就要接受 比如说美国是川普了 中国是习近平 我个人推断习近平刚开始 还是希望通过刘鹤和美国 能够谈下来 也就是说做一些让步 但是一些元老们 现在看来 这个有些不同的看法 而且一度可能占了上风 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要把第二次 第二十二人争取来 不容易谈判的地点 做一个改变 换一个地点 换一种心情 或许换运气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会批评他这些元老们 大部分位于上海 也就是江泽民 吴邦国 朱镕基等等 甚至一些更再低层次的 一些小官僚 也就是说现在江派的大本营 现在看来 对这个宗美国的影响加强了 所以说把地点换一下 并非是偶然所为 肯定是基于目前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还有什么呢 这个四中全会也必须要召开 我们知道轻易起 习近平不太想开这会议 因为如果统一不了思想 在这会议要开的话 可能发生一些人事 这方面的一些问责 到了那时候可能是比较被动 也相当的麻烦 虽然并不能发生生 像当年华国风那个状况 但是肯定党内也会有人 一些人发些不同的议论 也是非常被动 此外还有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 我们通过这几天 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的频繁的活动 就可以看出了李克强23号到27号在上海 赵乐际22号到24号在明夏 栗战书23号到25号在湖南 韩正 那么4次26号 4次发给委员 王沪宁 这个也是非常活跃 因为本次搞意识形态 结果现在什么都管 我看到 727号 他还到了中华总商会 你可以看出 这个情报 他的势力在机会上升 他的势力上升 背后是江派的势力 所以说 这充分从侧面表现出来 就是说这个 集团腿 大阪会议之后 习特会议虽然 又一次提出了 纵美重新的明居共识 但后来看来争议也是很大 双方能不能谈成 也是一个悬念 所以说双方都认为 谈判非常重要 但是都不愿意让步 而且从美国占有比较的优势 那么西营这方面比较被动 那么刘鹤还是进一步 刘鹤还要是主掌 这个次谈判的 这样的一个代表的 主首席代表的位置 只不过是中山做的 业务方的副手 所以说本人认为 中美第12任谈判 从北京转往上海 是个新的 显示出新的特点 说不定是个转集 说不定是新的 一个节点 都很难说 这些方面都有待 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今天多少点评节目 就再次的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